我們現在開始上場的東西叫做環境污染 因為康鮮板在這裡講了一個永續經營 提到了污染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教一些環境污染的事情 如果你的二年級的理化師我教的 這裡面的我很多都教過了 第一個要教的叫做空氣污染 第一個是先講歷史 我們教過了 大氣是有變化有演化的 最早隨著地球形成的原始大氣 是什麼成分還記得嗎 原始大氣有哪些成分還記得嗎 通通忘光了 氫流氫害鞍根小碗 但是這個成分很快就不見了 因為地球的質量不大引力不夠 吸不住它就跑掉了 然後現在所謂的早期大氣 就是現在大氣在一開始的時候是來自哪裡還記得嗎 火 火山爆發 那有什麼成分還記得嗎 二氧化碳 水氣二氧化碳 跟我跟你講的那個蛋 我說過的蛋是第四位 二氧化流是第三位 可是我沒有談二氧化流我直接跳到蛋 然後這個是所謂的早期大氣 然後它已經是演化 然後轉變成現在的氣體 好 演化轉變成現在的氣體 怎麼樣演化咧 水氣怎麼不見的 記得嗎 水氣怎麼不見的 凝結 隨著地球冷卻凝結變成河川湖泊跟海洋 二氧化碳怎麼不見的還記得嗎 有光的作用 那是後面還有前面還有什麼 溶解在海水中跟蓋結合成石灰岩 就不見了 然後轉化了 然後形狀的作用把它轉變成氧 所以就變成現在的大氣成分 我們說分成固定氣體跟變動氣體 哪些是固定氣體 氧氣 氧氣還有一個國中學位的叫做 雅氣 然後我們交了什麼變動氣體 水氣 二氧化碳跟受氧 成分比例固定的叫做固定氣體 成分比例會變化叫做變動氣體 好 這個叫做自然的演變 自然的演變 大自然就改變的空氣的成分 這是自然就有發生過的 以前跟現在不一樣 但是還有一些人造的演變 好 除了這裡講的演變之外呢 像火山爆發噴出的氣體 也會改變大氣的成分 可是都是屬於自然的 那我們要談的是人為的 因為人類的活動 因為人類的行為 而使得空氣的成分發生改變 而甚至是排放出一些有毒的有害的 不好的東西到空氣中 這個我們就稱之為所謂的空氣汙染 我們就要講空氣汙染 根據空汙法的說法 空氣汙染物有包括了幾類 氣體的汙染物 空氣嘛 氣體 氣體的汙染物 液氧化碳啊 氮氧化物啊 氯化氫啊 這個都是所謂的氣態的汙染物 還有一種叫做栗狀汙染物 懸浮微粒 懸浮微粒用國中的程度講就是灰塵 就是灰塵 我們不要太細微就是灰塵的意思 煙啊什麼之類的 這就是栗狀的 小液態或者小固態 還有所謂的二次汙染物衍生 就是比如說臭氧 排放的廢氣被光照之後 產生光化血反應生成臭氧 這種叫做二次汙染物 二次汙染物衍生的汙染物質 還有所謂的可能是有毒的東西 這個汙染物可能有毒 剛剛講過的那個 剛剛有什麼氯化氫那種也算有毒啦 這邊氯氣 氨啊這些東西 所謂有毒的有毒的東西 叫做毒性物質 汙染成分 還包括其他會臭的 臭會臭的 硫化甲基硫醇 這些東西會臭的 還有其他 其他 這就是空汙法所說的 空氣汙染物質 就是排放到大氣之中 會使得大氣變得有害有毒 或者什麼什麼之類的 不好的東西之類的 就是空氣汙染物質 有這些 那基本上像剛才的二氧化硫 跟二氧化碳 本身就會引起呼吸道上面的問題 哮喘 乾咳 頭痛 什麼之類的過敏 它後面會再交到這兩個東西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還會造成痠癮 這是後面要交的 現在講是本身它就會造成一些傷害 然後同時呢 空汙也可能會影響植物的生長 然後呢 人類如果長期不是在空汙的環境當中 會造成慢性病變 前段時間 前段時間 聯合國已經把空氣汙染物 當作是一個自癌的物質 宣布成這個會有自癌的物質 在大陸那個 大陸現在的空氣汙染非常的嚴重 非常嚴重 就是 已經宣布到一個自癌物質 所以大概會造成 這些空氣的汙染 會造成人類的疾病 傷害 好 那如果濃度很高的話 就可能會 很快就會發生 尤其它可能是有毒的話 就會傷害到你的生命 OK 就是 空氣汙染可能的傷害 那 主要的來源呢 就是 汽機車跟工廠排放 台灣的空氣汙染的主要來源 是來自於 汽機車排放的廢氣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 空氣汙染來源 當然還有一些別的 像什麼 焚燒林地啊 什麼之類的 會有廢氣也會有 但是以台灣來講 最主要就是 汽機車排放出來的廢氣 這是我們的最主要的 空氣汙染來源 然後我們有一個 PSI PSI是從美國來的 但是美國現在已經改成API 我們還沒有改 我們還是叫PSI 空氣汙染指標 空氣汙染指標 它監測 五個東西的濃度 好 五種東西的濃度 好 包括了懸浮微粒 二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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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碳 跟臭氧 某一個濃度 就給它一個數字 你就有五個數字 五個數字裡面 最大的那個數字 就稱為這個的PSI 比如說測氧的結果 懸浮微粒 200 二氧化氮 100 二氧化氮 100 一氧化碳 50 臭氧 100 那麼最大就是懸浮微粒200 PSI就是200 這個你聽過就好了 基本上國中沒有教 如果考試會考 它會寫給你看 告訴你它怎麼計算出來的 你看完你就會了 好 反正我就監測五個東西的濃度 每一個濃度給一個數字 你就有五個數字 這五個數字裡最大的那個數字 就是這個時候的空氣汙染指標的數字 PSI PSI OK 就是我們的做法 懸浮微粒 台灣的最主要的空氣汙染物質 兩個 一個叫做懸浮微粒 一個叫做臭氧 懸浮微粒跟臭氧是台灣最主要的空氣汙染物質 剛剛跟你講過了 我們不仔細的說 不仔細的說 懸浮微粒就是灰塵的意思 就是灰塵的意思 那細節的話 等到以後上高中等到念大學 比較有學問的時候再來講說到怎麼回事 我們就是灰塵 灰塵就好 OK 所以 考試考試你要背 看表格就知道了 多少以下表示品質良好 下面有表格多少以下 50 多少以上是不良 看就知道了 100 50以下叫良好 100以上叫不良 一般考試考這個 你把它背一背就可以了 PSI 50以下表示良好 100以上表示不良 把它背下來就OK了 沒問題 OK 好 那就是100以下 基本上就還好 就還好 就是健康上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那50下當然更好 但是如果100以上 如果你比較敏感的人 就可能砍到不舒服 那其實就算你不太敏感 你弄久了對你也並不是很好 有沒有 對你也不是很好 所以100以上就不良 吃到一下可以了 那 這個空氣污染的狀況要怎麼辦 怎麼辦 好 那我們第一次我們講過 這要做監測 我們現在有這些監測站 來監測空氣污染品質 然後呢幫我們做預報 然後呢來做長期的紀錄的分析 來看看我們結果會如何 然後做為以後 施政啊 處理的這些參考 比如說 這個一個表 好 上面一個比較像紫色的 那就是那個高度就是越高的 就表示 越高的就表示 空氣污染狀況會嚴重 那紫色的最高 那什麼地方呢 在高頻地區 為什麼 一個原因 剛剛講過的七機車嘛 高雄很多的機車 一個原因那邊有中油 中油化工廠 排放出很多的廢氣 所以那邊空氣污染很嚴重 然後 比較像青色就是北部 還好 最好就是那個紅紅的 很低很低的 那叫做 好山好水的地方叫做 花東 花東 比較沒有什麼空氣污染 比較沒有空氣污染 就是 告訴你我們所量測出來的結果 就這樣 那就會做為我們 做為我們 將來要處理的參考 跟依據 好 那我們就是 所以我們有空污法 來想辦法幫助我們 使我們的空氣污染 透過法律的手段 來做控制 來做 呃 要求 或者是做處罰 或者怎麼樣 希望我們的空氣污染 情況能夠變成比較輕微 但基本上 我們來處理空氣污染的方式 就是 我們希望我們有宣導啊 我們要有環保標章啊 然後我們希望能檢取一些不當排放廢氣啊 台灣有一些檢舉達人啊 每次都去拍照啊 弄東西啊 然後呢 像政府機關檢舉 還有獎金可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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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基本上 我們解決空氣污染的方式 有這幾種 有替代 找乾淨的 好 現在有在推什麼瓦斯公車 瓦斯計程車 為什麼 因為瓦斯車 燒出來的東西就是二氧化碳跟水 基本上沒有其他的雜質 所以它比較乾淨 有替代 找到比較乾淨的 來源來做 減量 少用一點 好 鼓勵大家搭乘大眾捷運系統 大眾運輸系統 很多人坐一台公車 平均起來 每個人的污染量就比較少 一個人開一台汽車 每個人的污染量就會增加 就這樣子 需要能夠 用這些大眾運輸工具 然後呢 可以使得 我們的那個排放的量呢 總量可以能夠減少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去除 比如說煤炭先脫流 煤炭脫流之後燒完出來 就不會有這些流氧化物 煤炭會脫流 或者是用所謂的 降低汽油的含鮮量 燒出來就比較不會有鉛污染 這個跟這個有關係 好 不要進去 我們有一個 那個煙囪 放個靜電集成器 讓那些渣渣灰塵會被吸掉 就不要排放到空氣當中了 然後呢 這裡有個觸煤轉換器 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用無鉛汽油的原因之一 觸煤轉換器裡面有個白金 那個白金很善於吸收氣體 然後讓它裡面再產生作用 所以呢 加了觸煤轉換器 就可以促使它再發生一些反應 把原來不好的髒的 不好的空氣呢 變得比較好一點 所以 但是呢 這個東西不能用有鉛汽油 因為如果你用有鉛汽油 那個鉛會蓋在白金上面 塞住它 屬於叫做中毒 白金中毒 再見了 笑笑了 所以呢 為了要 讓空氣乾淨 請使用觸煤轉換器 為了要能夠使用觸煤轉換器 請使用無鉛汽油 無鉛汽油 好就這樣弄 想辦法讓它變乾淨一點 就是所謂空氣污染 聽看看知道就可以了 基本上 一般考就考那個PSI啦 50以下叫良好 100以上叫不良 就這樣 OK OK嗎 有問題嗎 沒有 嗯喔